看一下啊 客户定做 五威博菲特加强斯 上边16套 下边18套 上边三只 下边也是三只 用的是 限定是上0.35 下0.40 客户要求是用那个五公分的精品鱼尾锥 看一下啊 上了220个锥子 55个兜 净锥7.8两 正反劲 编制底钢绳 不穿兜不挂网 好用好挂 一开到顶 上制中 看一下啊 接受定做 在家有那个人工小杂质 也有这个精品冲鸭无图锥 鱼尾锥都有 可以按照客户的重量要求 看一下啊 客户定做 五威博菲特加强斯 上边16套 下边18套 上边三只 今天来种年狗 我这年狗的摆放跟别人不一样 你们一般是一路就种一根是吧 我这个是 因为是新唐 我这里是两面往旁边长 中间的话往下面走 上面是硬土 那不能走 我是摆的三面啊 你们以后的话 如果像这种地方 我可以借鉴一下 按我这种方法摆 第二的话呢 平时我们种狗的话 你看这个牙是往上面的是吧 你们以为这个牙它就是朝上 其实这种措法是错的 我之前也是这么种的 不行 这个牙呀 它是往水里面扎的 牙的话一定要把它按在底下 上面呢 要往上面走 上面的话稍微微微的翘一点 边上如果说有小牙的话 这个小牙的话 你就给它朝上就行 就这个样子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个牙 中间这个牙往上面走 底下这个往底下扎一点 就行了 很简单 如果家里面你们有个水缸 有个啥的 搞点这个泥巴了以后 蛮容易成活 好嘞 把它一盖就行了啊 那本就